院長,我們記得在開議的時候,我們立法院在王院長所這個黨政協商,然後也跟院長也簽了一個協議 我沒有簽,那是黨團之間簽的 好,那但是院長也做了承諾,就是在我們立法院修法之前,絕對不會用行政命令來開放美牛,受肉精美牛 這個當然是我被告知有這樣一件事情,因為黨團協商的結果我被告知,但是我們也覺得說這是要尊重黨團協商的結論 好,那不管怎麼樣,就是除非您那時候覺得說只是被告知,所以您並沒有同意,所以不受拘束 沒有沒有,我們還是尊重,我們也會執行 但是好,您接受了,可是又突然在三月五號,在晚上十一點多,突然宣布說要有條件的開放美牛,受肉精 那這不是給立法院以及給全國人民一個大巴掌嗎? 我想絕對沒有這個事,我跟一個委員報告,因為那次協商的決議內容,我剛才也秀出來了 很重要就是說,行政院不會用行政命令,在這個進行內,在立法院這個修法前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事實上,我們在五號那個,只是把我們討論的結論,一個想法跟大家報告 沒有任何的行政命令,中間講很清楚,我們會跟立法院再來協商,提出建議的修法方向 嗯